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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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拍照晚安 然後我是 海中演講的學生 然後剛剛 FV 分享的專業的那些照片機 我跟另外一個同學 看到的 然後發情 那個拍照的不懂 嗯 另外一個同學是你 在這邊沒有 哇 好吧 那我們希望下次可以看到他 那這樣我們是台東之中的一代表 就這樣喔 你來那麼多次你多講兩句嗎 你今天人那麼少你要多講兩句 就是很久沒有來 然後因為 就是希望自己會成為一個行動者 然後就是一個性別很想 可以看就是如說在 劉 inhib人的角色 然後也想多聊成社長感的角色 沒有 每個人都要自己講 不用一起講 大家好 我是台語教大師 是雙它是文創三家 啊 文創三 文創四 喔 文創四 嗯 好 今天這個是社團活動 哪裡去來請進去的社團 是那個什麼社團 那個社團 啊啊啊 你要介紹一下嗎 你們要介紹一下那個宗教大是不是 對 宗教大 好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請社長 介紹一下所謂的判所是不是 對 魔所是嗎 對 我是宗教大魔所 麥克風可以用嗎 麥克風可以用 我是宗教大魔所社 然後我們是正在心胖的社團 然後就是意義性社團 可是我們在我教宗 當然有 因為是教宗大學 可以 今天是我的定堂社課 然後我剛好看到學舞 這個議題 然後所以我們就贊助社課 就是來關心一下 所以現在社群有多少人 可能現在是有大概十幾個 四個 沒有十降步 然後有一些人現在不能來 就是今天大午的活動 是喔好 我們非常歡迎那個 宗教大 對 太宗教育大學 對不對 好 就希望我們每個禮拜都可以 所以在禮拜五晚上可以記得 好 社長又是我介紹 好 好 好 這是實力 然後 之前 我有來過好快 可是哲舞開始以後 就 一成長來的話 一直沒有看來 所以就第一次來到學校 大家好 我也是成長大學 然後我是楊真 然後 就是 因為之前禮拜五又沒有空 所以有很常人 其實沒有來聽哲舞 這樣 然後今天是被這個主題 就是想過來聽聽看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這個主題這麼吸引 因為 就是最近也會看到很多相當的新聞 然後 只是好像 就我還沒有 就是也沒有看到 用女性的觀點來看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你自己怎麼看 你就是女性不是嗎 這就是你的觀點啊 因為我就很好奇 所以 所以想來聽看 好 好 我也是台中間大學 然後 我是 比如 女生 就是 嗯 就是也想要 就是 除了之前 我們自己有 三一八的學院長 然後現在 香港的這個事件 就是 想要 了解一下 好 我們先放過你 因為我們希望你 禮拜五的時候我們會再看到你 好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 醫設施的 呃 四年級的大學生 我就要參考期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呃 來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大學的學生 呃 呃 呃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們人在那邊我就有去聽 我覺得收穫很多 然後剛好就是這次又看到就是在台中舉辦 那我念舞 因為我家就住在附近 然後就過來參加 所以你是在台北讀書嗎 對 我念台北大學 所以跟今天的家手是 同學 哦 對 呵呵 我是中文系的 對 好 這也是一個 對 因為哲舞 那我們就順便可以講一下 哲舞系在每個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在 就是有職務這樣子的活動 在台北 然後在台中 高雄 屏東 還有嘛 台南 然後甚至東華 就是那個花年的和華大學 然後在 紐約 紐約可能比較遠一點 還有波士頓是不是 波士頓好像前幾天有 第一場的那個哲學新企舞 就是說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我們可以去搜尋一下 然後在每一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有空的話 就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可以去看看 那每個哲舞的話 其實也許你都去過的話 就會發現 每一個地方的哲舞 都會有一點小小的不一樣 那 那個不一樣到底差距在哪裡 我覺得讓大家自己去 親身感受一下 那你就會知道說 哪個地方比較好玩 不是啦 可以一直玩一直玩這樣 大家晚安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第二年級的雀佳橋 然後 我會想來 久不停這場演講 是因為 我一直有在關注 香港的玉山革命 然後 只是都是透過新聞 或是臉書 出得到一些偏面的訊息 所以我希望 我知道今天有請那個 東西原來嗎 所以希望可以 非常可以了解 比較深入的一些訊息 然後我覺得那個跟台灣的太陽花水運 其實有點像 不過我想了解 香港的跟台灣的是有哪裡的差別 對謝謝 好妳有加入那個摩索社嗎 是摩索社還是探索社 是 妳有加入嗎 有 我有加入 所以妳們是社員 社員在後面 妳們不給她打個招呼嗎 表演直接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 那我是群修系上面的 學生 我是珍蜜峰 妳有加入什麼社稿 對 好像還沒有 我是第一次來到好班 但我之前有做好班的 校官演講 因為 邱佳妍小姐 有到我的系上 我們班上演講過 然後 所以就因為很好奇想來看看 然後意外得到這個訊息 所以想說 也想了解狀況 好邱佳妍小姐好像不在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 哲陸這個空間 我也是宗教大的 穆索士的社員 也是習政文 對 然後會來這裡的話 其實也是 我朋友在香港 然後 我覺得台灣 現在就是 對香港方面的關注 非常的少 就是得到訊息 其實非常有限 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說 就是來就是想要 看看 不同面向 然後來 來搏襲這個活動 這樣子 你的朋友在香港 對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 了解不夠多 這樣子 這是我們來自第一線的報導 他們是認為中國那邊是不會浪步 不可能會浪步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會 會盡量盡量監守下去 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他們的社員 對 沒錯 好 那你們上禮拜三有去參加那個 在市民廣場的那個活動嗎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大陸前面是第一個社會人士 我在工業區工作 是一個工程師 那 開始工作之後 生活圈變得非常狹小 然後今天是強迫自己出來參加像這樣 我其實平常就是有隔著螢幕 隔著網路 一直在關心這個事情 但是總覺得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對著電腦生氣不如出來看待人群 對 就是在電腦後面比較孤單寂寞 覺得冷卻就是來給自己取暖這樣 因為這物系就是一個取暖的空間 如果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關心社會議題 其實經常因為在電腦前 然後就發現 平常去吃喝玩樂的訊息很快就有人按讚 可是你一講香港抗命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說廢層辭刑 然後都沒有人理你 然後都被罵 而且啊 台灣沒救了 不會啦 其實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好像還是有點秀的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更 更有力量去往下走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在鍵盤上面革命 其實鍵盤上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對 我們不見得說每個人都要衝上街頭 你知道嗎 因為鍵盤革命真的非常的重要 每個人 你看我們今天這種這麼漂亮的那個 這麼好看的那個設計 就是鍵盤弄出來的 是嗎 所以說這樣 這種其實我們要講說 這樣子的設計 或者是不管是任何的方式 你拿起相機 在很多的方式上面 其實在運動上 我們可以用各種的方式去支持 然後也不必對自己說 我好像這樣子做 就非常的不好 或者是別人說 你這樣做 這樣子是不夠的 我覺得那個對得起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啦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設計 因為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看過一些 很經典的設計嘛 例如說什麼 武蔡政府啊 或者是那個反合企啊 這樣子的設計的話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鍵盤的革命 那我們上街頭的時候 其實會少了很多的東西 你會覺得少了一些凝聚力啦 那我覺得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其實也可以去做很多 屬於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不管是在社團 不管是在你是學生 或者是社會人士 我覺得這個都是OK的 大家好 我是鄭文亮 我是那個中藝大學生日系的學生 那就是平常也都是 鍵盤鍵盤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今天是被趕逼這個 社會人士都拉過來一起 就是跟大家一起群融這樣 你不要亂台跟他那個鎖鏈 你們兩個可以這樣綁在一起 然後每個禮拜來 你們不會介意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我也是修會人士 然後我每個禮拜都會來去嘛 可是每個禮拜都想世界 我覺得好累喔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賴怡盡 然後我也是哲舞之工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到 哲學飛行節目 謝謝 好 我們要講一下 那個我們的設計 就是以理做的 對 我們每個禮拜的那個 非能人設計 幾乎都是以理做的 大家可以給他一個掌聲 這就是鍵盤革命啊 這就是鍵盤革命啊 大家好 我是替代翼 那今天是 你的名字是替代翼嗎 我叫我替代翼 那我也是來哲學租 對 算是也是來群 因為周邊都是 我是在那個 烏風公司手在那邊 剛替代翼 那周邊都是公路的 然後再來 嘴巴張開 慢慢來走 然後最後 宣傳這些 走上街頭 或者是 相關的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講 沒有用啦 這樣子做 可能會有人去弄 然後跟室友也是 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室友就講說 我就是會投科文哲啊 你就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了 有點無力感 所以我基本上 可能禮拜五 如果沒有來也會看直播啊 那今天是送獅子來 然後我晚上等一下 還要見你 你會提到我走 還有送獅子喔 好 我們待會兒 那個聽完的時候 可以去挑獅子來吃 大家好 我是宇晨 然後也是只有志工 然後看到標題啊 女力啦 女力嘛 就是 我們在 女性在各個領域的話 我們 有聽到一些聲音 譬如說像 眉 豆花眉 雞排眉 然後 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就是神 女神 什麼神 這樣子 然後女力我就覺得 好親切喔 對 所以很期待今天也講 謝謝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丞翰 然後我是 哲伍的志工 然後負責網路直播這樣 謝謝 還可以躲在那個 專門發聲的這樣 大家好 我叫二八歲 我是 我 你 你聽不懂來這裡看 他叫師父 來這麼久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你們是 你聽不懂 我是 我叫二八歲 我是 大廣東 聽了一禮拜 應該要七家 那 現場應該是 我 一百五十歲 所以 我也是 一百五十歲 一百五十歲 我這 算 你們 差 差 差幾歲 我聽不懂 那台語 是不是 我常 你們聽我說 我 他們這 我們這 就是你們說的 世代的意思 我說我們這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 這個意思 啊 是 現場 我是 我希望 待會兒 聽了一禮拜五的 吉江總理 他能說 一些 他已經 今天禮拜 我還記得他今天禮拜 他 聽了一禮拜五 他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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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也聽說 他那六天 他在那 是在 倒落 倒落的時候 看來是甚麼東西 或是說 他去那裡吃不吃 他沒有 他說不去吃 他不去吃 他 他上次說 我希望 待會兒 他 他不是什麼 總理用我講一下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中山一的 學生 然後是 中山一 哥吉拉社 對 然後今天 第一次來這邊 好 你要介紹一下你們的社團嗎 哦 我們社團就是 平常社科學條那些 社會題 然後 然後 然後去參加一些 就是 公平活動 對 你們要交流一下嗎 哥吉拉社嘛 對不對 中山一嘛 然後 其實現在 嗯 台中的話 我們之前知道說 有 非常老牌的 老牌子的那個 異議性社團 就是 東海人間工作坊 他們運作得非常非常的久 也是在今年的 差不多是 這個運動之後 去 冒出了很多的 異議性社團 在中山醫學大學 有 哥吉拉社 然後 中校大有 好 糟糕了 摸索社 好 然後 逢甲大學 我想那個 加入大哥應該也感受了兩聲 就是 逢甲大學 我們一直認為說 他是一個非常 比較 比較 沒有這些 異式的學校 他的校風 比較沒有那麼的 在 衝撞的這種 概念出來 可是他們也 在這一次運動之後 創了一個 叫做手術刀社 然後 中國醫藥學 中國醫有 柳川沖總 亞洲大學有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藏洋 是 好 那我們就覺得說 中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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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實事 實事 實是那個 夾口的實 實事 對 好 那我們繼續自我介紹 沒有沒有 我們還在 好 我們講一下 就是中科大也有 中科大有那個 就是建築 那我們希望說 不只是像在 這樣子的這種活動場域 浩澤五 他在校園以外 來做這些事情 來開拓 讓更多人來知道說 這些議題的運作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 非常的 很棒 我們看到這麼多學校 然後開始在做 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其實這就是一個過程 就是一個陪敵的過程 大家要做的事情 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在不同的地方去做 懷抱了同樣的心態 我們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非常的那個 支持 也許我們哪一天就可以 用哲武來談一下 這個所謂的 校園的 校園意義式社團的革命 我覺得這應該也滿有趣的 好 就這樣 突然講太多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佳欣齊文 是寶寶 我是寶寶 你就是看了 大約兩個星期的 香港的新聞 那就是 如果已經 就是 希望可以聽到 那個方式的分享 還是沒有什麼 大家好 師傭 我是上班主 我們今天時間很多 可以推家兩句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志憲 然後 這幾天就看很多 那個 戰風的新聞 所以我想知道 那個香港的 報名 報名是怎麼抗命的 這樣 就想 親身了解一下 好 謝謝 好 好 好 要自我介紹嗎 你們的實習 就你了 好 好 你要自我介紹嗎 好 好的 我們上次就 被cue說 我們就有沒有被cue到 結果上次 逃過一節 然後這次 就還到九層 然後我是那個 中興大學 然後生理系的同學 對 不是黑生餅喔 不是不是 對 我是生理系的同學 然後現在就是在這邊 擔任實習店長 然後我主要是對社會 企業相關比較興趣 然後我本身是在做 推廣閱讀 對 好請問一下實習店長 好辦銀廠都在做什麼 平常嗎 就是 接待大家 就是來這邊也可以聽 聽一些演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好辦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好辦最近有什麼活動 好辦最近有什麼活動 呃 吹香港 抗拚死了 好 好 那我交給下一位 好 好 欸換人了 欸 不要 你在啃雞腿啊 好啊 這個啊 好 很雞腿可以一邊 可以一邊講 我覺得還蠻不錯 那我幫你拿來給我 唉唷 快點好辦的面子就在你們身上 好嗎 再換 呃 大家好 那我們是第三期的實習店長 那 呃 我是小喵 那 是要介紹自己的來致對不對 好 呃 我現在是研究生 然後我會來自己當實習店長 我以好辦做我的錄文題目 對 所以主要是想要來這邊也知道好辦在做什麼 然後也很想知道他們的營運模式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在台灣還很適合 那我其實我是在台北練習 我之所以不選台北的例子就是 我覺得好辦有它的特殊基礎 我想你們來這邊都有感受到 那就是 呃 我還會在那邊 未來還有四周 那如果看到我的話 可以跟我打招呼 然後就 喔我叫 對 叫小喵 就叫小喵就好 太習慣了 叫我隔壁 好我再加一下一位 請 大家不要害羞吧 嗯 大家好 我今天是實習店長 然後我是現在讀交通大學的 我們是社會學系 然後後來這裡也就是想看看 這個地方還有什麼運作 因為這是一個很新興的產業 這樣子 大家好 我們也是實習店長成一 然後我是高雄運用科技大學的 創始畢業 那也是對就是社會企業 還有共同共同空間 很好奇 所以就來過實習 謝謝 謝謝 我是實習店長 菅如蓉 然後我現在在 中心在學念書 嗨 你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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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今天反正時間還這麼多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今天的所謂的 等一下我好像還沒自我介紹 好 我們就要請加油 然後 我覺得 今天我們既然要講撐下港 可是我想要來講一下台灣 就是台灣的這三十年 的民主化過程當中 我覺得 台灣的女性 在這些社會運動當中 站著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唐文的手 一部紀錄片 然後 我覺得那個田媽媽 田媽媽在那個 我覺得她很震撼的是在 她在街頭上 她對著那個警察拍她的時候 她說 你把你招罵給你 你是在做什麼 你看到漂亮 那一段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不管是在台灣的這一種 運動的場合裡面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 必須具備有勇氣 甚至是去 那是一個非常衝撞的畫面出來 不管是在原本的社會氛圍裡面 或者是在說 我們認為性別的這個問題 在台灣的一般的社會空間裡面 還是在抗爭的場合裡面 它其實都有一定的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然後 就是因為這些女性一直在街頭上 或者在體制內 在體制外 去進行的這樣子的抗爭 然後去爭取這些權利 才讓台灣今天走到一個 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說 因為我們真的對香港的議題 不是那麼的熟悉 然後這些問題 從台灣跟香港 它可以做到什麼樣的連結 這是我今天非常感興趣的 你希望說可以得到一些 也許可以得到一些 那個小小的答案 或者是回答 但我去 有辦法去思考更多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趕快把主持 交給眾理 然後我們立刻來開始 今天晚上的 女力撐香港